好 好 謝謝主持人 好尷尬 你講好久 然後我的照片一直在上面 我是很兇男 好 那 大家好 我叫Joyce 那 因為我剛才沒有自我介紹 因為我這幾天有點小感冒 所以我想說 反正現在會講 好 我是誰 欸 好 有點喊住 好 因為我現在是台大財經寺的同學 那 就是目前我有兩個實習 一個是在DKSH 就是它是一間代理商 但這不是今天有這種顏色也沒關係 那另外一個是就是臥草的成員 那 就是等一下會講一下 這個臥草是什麼呢 那就是請大家不要覺得我在對你們罵贓 對 就是請大家把它想像成肥臥的草原 好嗎 對 對 那 它是我們的 就是我所屬的團隊的名稱 好 那我現在要來講一下 就是這個背景故事 好 那之前1985行動聯盟在推軍神法 就大家應該還有印象吧 八三凱到的時候 對 是不是25萬人就是白山居馬 那在推軍神法的 就是他們主要的訴求就是軍神法需要是 需要做修法 可是呢 這個法案其實並不是在送入 就是立委同意送入任務會去協商之後呢 就是就很順暢的過了 其實並沒有 因為那個法案大家上街頭之後看到 欸 好 那政府同意要修法了 大家就好開心就回家洗洗睡了 結果呢 這個法案被送入就是 送入用會之後呢 其實又不斷地被擋 不斷地被擋 對 就是 對 這裡放文字 就是 程序委員會開了六次會議 可是就是 法案的協商其實並沒有很順暢 光是就是 國民黨的就是林鋒馳先生呢 他就擋了議案 對 兩百 兩百九十五次 就是 對 就是 這個案子要怎麼擋 其實關係到就是 立法院的一些操作流程 但是其實因為 目前國民黨在 院會是多數 在立法院是多數 所以在一些排議程的順序 或者是就是投票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看過就是 他們是怎麼投票 你就會發現 這個議案但不贊成 然後就是永遠贊成的可能就是 六十幾 然後反對的就是四十幾 其實六十幾就是國民黨的行刺 然後四十幾就是民進黨的行刺 對 就是一個投票大隊的概念 好 希望大家不要覺得 就是我自在這裡 宣傳真是洗腦就是事實 對 然後 對 就是大概就是太會的情況 好 那在 就是所以說 我們可以從這些就是議會 就是我們的議案被黨的情況發現 其實就算我們人民發聲了 我們走到街頭上要求說 政府需要做出一些改變 但是其實在我們看不到 或是我們並沒有很實際去關心的 立法院裡面 其實這些事情 就是並沒有照著我們人民的訴求去走 那這電影1984裡面有一句名言 叫做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那 公民1985那時候推出的公民之言 就是大家可能對這組還是有影響吧 叫做 Big space man is watching you 就是說對於政府來說呢 你永遠要記得就是 公民是在監看你 是在監督你的 對 人民到現在還不了解自己所擁有的權利 那其實我很喜歡這句話 就大家放上這個圖 其實前面是我們政府官員吧 然後人民站在這裡 所以只要 他不是民之所向 全部人離開的時候 他就掉下去了對不對 可是大家不不了解 大家覺得 喔好我投完票 然後就 喔那 如果他做不好 好沒關係那我四年之後 就是 就不要投他嘛 可是四年之後 然後大家就是又很選擇性的遺忘 就是他之前做了什麼壞事情 對 那其實比方說 大家在以前的公民課本都有學過 就是人民有 呃 投票 創 創制 然後投票 然後罷免還有副決對不對 那其實大家好像除了投票之外 就是 有人真的去行使過什麼 罷免啊 副決啊 創制啊 然後沒有吧對不對 之前憲法133聯盟有推要罷免吳玉生 但是很可惜的 在第二階段的時候失敗了 但他我想這個罷免案應該是 這幾年就是 呃 正好人替之後 最接近罷免門看的一次罷免案 那其實就是 很少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除了投票之外 你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OK 那 剛剛的那個公民之眼 你眼睛開開嘛 是不是寫說 Big citizen is watching you 對 可是我們睜開眼睛之後 我們看到什麼呢 好 我們拿去監看的話 會看到這個 大家有印象嗎 出國考察 然後上面就是 考察回來評量 你小時候去校外教學回來寫評量 好歹也要寫了 就是今天天氣很好 我到叉叉 我們科學博物館去 也要看到什麼 恐龍化史宣冊叉叉吧 寫三個字 要受贊 對 尤其要受贊到日本去喔 我也好 我也好想要去當作 就是考察委員 然後這個寫什麼呢 喔 十一柱形都和我們不一樣 拉屎的毛坑都用蹲的 這我沒有出國我也知道啊 可是這些人每年花我們納稅人的錢 然後出國考察 然後寫出這樣的東西 對 那或者是 比方說我們說媒體應該是要 協助我們公民進行監督的吧 對不對 可是我們電視上在播什麼 就是統差跟差異的那個冰淇淋 好像有點久才融化 對 那或者是 就是都更案的一些事情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我們主流媒體 並沒有很詳實的替我們去進行監督 或者說是 呃 報導出其實我們真正需要的資訊 對不對 好 那在選舉前呢 我們可以 翻譯 就是馬先生說了 就是 喔人民不信任 就是前總統 全力可以拿回來 可是選後呢 他剩9.2%欸 嗯嗯 那選前人家還有18%還是他的兩倍 那現在9.2%是不是有點尷尬 好 那大家不要說一次抹籃 就是好像 他講得很不好 我們讓 嗯 好就是 對馬英九先生就是在 九月政政的時候說台灣不會有被法檢聽了 可是 後來又出現 如果沒有違法就不用怕檢聽 欸 好像有點大戀對不對 好 那沒關係我們接下來讓 點維拉出來救援一下 不要大家都就是好像有在批評國民黨 就是 扯扯免先說什麼 現在我當總統算我好運 喔 所以就是 因為我活該在這裡 就是經濟如果不好 或者是 就是你貪污或什麼什麼 是因為我不好運嗎 是這樣嗎 對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那選舉前其實大家都是做一些就是 很維護形象 可是選上了 欸 怎麼就有你玩四年了 比大學生還要爽 不會被二一也不會被三 對不對 那我覺得運氣好選上 不然你要怎麼樣 好 那依法政府要揭露資料 可是政府的網站 常常出現 這個 然後 欸 按下去 這個 這是昨天那個立法院在 審 不是審啊 就是內政委員會召開 然後要求警政署長和內政部長來進行被質詢 就是針對學生被流血驅離這件事 那立法院的網站其實依法是每年花了幾千萬去維修一個系統 叫IVOD 它要實況轉播 就是他們的質詢畫面 可是在那個質詢畫面裡面呢 就是 因為他 我猜他可能 平常估計就是一天不會超過二十個人去看 結果昨天同時九百個人在線上 這個網站就出現那樣 就爆料了 就爆料了 這一年花幾千萬人 對不對 好 那或是不需要登錄的網站會幫你登出 這教育部 對 就是我們的 對這大家應該有點印象吧 我們的科技部 嗯好科技喔 對 好 好就講了這麼多 那這個我想要說的是就是 沃草就是我所屬於的團隊 那我們想要去改善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做了一些事情 呃 就是沃草這個團隊它叫watch out 英文名字叫watch out 那watch out 其實在英文裡面表示的是 要當心注意警戒的意思 對 就是小心滑倒 對 那 但是其實我們希望它引申的含義是 watch out we watch we watch watch什麼呢 大家記得剛剛那句話叫做 big citizen is watching you嗎 就是 它highlight的點是citizen citizen citizen是公民 並不是單止人民 那公民跟人民有什麼不一樣 公民總是要進行一些 有一些公民的自覺去做一些監督吧 對不對 所以說 呃好 就是在選舉之前呢 我們推出了一個專案叫做市長給問嘛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個 就是我們希望改善平常的選舉風氣 就是以前的選舉風氣是不是要造勢啊 吶喊啊 你再不投給我啊 你就要再苦四年啊 宣測啊 之類的 可是這樣我們選民只能很被動的去接收 就是 呃 候選人講的那些話 那其實我們想要塑造成 就是一個互動式的 選民有問題的時候 就是他上這個網站來發問 然後候選人去回應他 是一個互動的 那 其實每個人只要有一個臉書帳號 就可以來市長給問嘛這個網站發問 哦 我要先講一下就是市長給問嘛這個網站 我們希望應用到年底的六度選舉 那目前在台北市這邊 呃 除了 就除了一位 不是很重要 他說他每一錢大 每一錢加入我們的候選人之外 其他比方說 馮光遠啊 柯文哲 就是都已經加入這個團隊 連勝我也有 哇好可怕 對不起 對 那我們希望既有這樣的互動 讓選民去 就是爭奮候選人的回應 去說欸好不好 那其實也是留個紀錄 就是他今天說 好我反服帽 他為了要得到你的選票 他說他反服帽 結果上去之後說 啊服帽帶好啊 什麼帶要支持啊 確認XX 這不是很假嗎 對 就是這些已經使用了我們的網站 對 這個網站的見面大概就是這樣 但 overall來說 我們希望 就是比方說 每個人都針對一樣的問題 去做回應的時候呢 就是 總會有人回答比較好 有些人回答比較不好嘛 那這時候其實你就可以發現 有點類似小辯論 你就比較知道 欸其實這個候選人對你關注的議題 是不是 有 就是他也是不是有跟你一樣的立場 你是不是應該投給他的 對 那在選舉之後呢 就是我們把人送到了國會 我們是不是也要檢討他 那可是傳統的畫面 是講這個樣子 就傳...喔 謝謝 傳統的監督畫面 是講這個樣子 就是好像 不知道 就是 不是很親民 可是呢 就是在我們的網站上 我們推出了一個產品 叫《不會無雙》 哈哈哈哈 大家是喜歡 沛納摩衛教授 現在就是 對 就是江銀化先生 對 就比方說他今天去質詢講那些瞎話啊 可是就是因為 平常那個觀眾網站太無聊 根本就不會有人去看 所以九百多人 從去看的時候他就掛掉了 但在我們網站上 我們經過剪輯 那剪輯就是 誰今天做了什麼好的質詢 誰今天做了什麼不好的質詢 比方說前幾天大家可能有 之前我們在演出上看到斷宜康吧 斷宜康質詢那個內政委員會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 就是 針對這些東西 我們去把它做優化的處理 那 比方說像 呃 王玉琦之前也在 呃 就是某個委員會裡面啊 然後他以為那個 轉播系統沒有關 所以就說 我們會把符號的資訊 持續散布給一些 有我的名嘴跟學者 然後就被 就被抓包了 就是透過這樣的監督跟監看 我們來進行就是 呃 實踐我們公民本來就該盡的權利 也是我們的義務 我們有責任去看這些東西 我們也有責任去選出 到底哪些人是 可以代替我們發聲的優役代表 對 好 那就是其實就是 目前我們網站的規劃是這樣 就是在 呃 選前我們透過就是 市場給問馬網站 你去問問題 然後選哪回應你 那選後就是 我們透過國會無常去監督國會 那 大概 就是目前我們有在做的是這樣 但是做了這麼多事情 其實我們想要 只是想要告訴大家說 其實 每個公民都是很有力量的 我相信大家實質都對於 我們現在的一些政治的亂象 是看不下去的 我們也覺得很無奈 所以才會很多人遇到那個黑箱 黑箱風貌事件的時候走到街頭上去 是吧 那 其實我只是想 就是 希望告訴大家說 其實你手上是有那一份力量 可是你要怎麼發揮它 就是你必須要花出時間去關心 就是傳統上 我們大家好像看到社運分子啊 我們陳維廷啊 什麼那些苗栗青年啊 反才大普成什麼時候 我們就說 好辛苦好偉大 我們幫你精神上支持你 可是 就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就是一個國家要好 並不是只有少數幾個人在那邊私聲吶喊啊 我反對差啊 我肉身去擋 擋那個什麼 擋課啊 擋什麼的 但是其實 這些力量是很微小的 但是如果 說我們今天每個人 不需要說我每天就是 不去工作 不去上班 不去上課了 都去抗議 而是說我們每個人 每天花三五分鐘 去關心這個國會 這個國家 哪些政客做了什麼事情 那你五分鐘 我五分鐘 他五分鐘 是不是最後我們的力量就很大 那政就是政客或政府就會感受到 欸其實這個國家有自覺的人民 慢慢變多了 我們的公民的力量變強 那這時候他們是不是 其實就不敢的 會做一些 我們現在看到的黑箱服貌啊 或是蔡大骨啊 每一彎的事情 對 那其實這就是 我今天想要告訴大家的事情 對不起 好 我結束 謝謝大家 好 你看 你 可以 我